然而随着结婚的时间越来越长 不明真相的公婆开始不断催生 阿秀成了重视之地 整天受人冷眼嫌弃 无奈之下 阿健只能带着妻子一路南下 寻找治病的良方 可就在小两口互相安慰之际 路口忽然被两个小孩挡住 阿健躲避不及 只能任由车子撞向一旁的草棚 可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竟意外打断了村霸老王的好事 阿健不想多生事端 只能提出拿钱赔偿 可谁知老王健夫妻俩穿着不错 竟狮子大开口索要五千才看了事 眼看男人胡搅蛮缠 阿健顿时火冒三丈 他拉起妻子准备离开 谁料老王竟抄起一旁的木棍回过来 幸好关键时刻 同村的郑军及时赶到 以报警为由下走老王才解决了这场危机 这位同志 谢谢你啊 如果不是你 我真不知道怎么办 不用客气 再见了 然而夫妻俩刚想离开 就发现车子已经冒了烟 眼看天色渐渐变暗 附近有没有修车店 阿健不得不答应郑军的盛情邀请 带着妻子到男人家里赞助一晚 为了招待两人 郑军特意做了一大桌饭菜 而几杯烈酒瞎堵 两个男人很快便相见很晚成了好兄弟 可阿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交朋友 隔天一早 他便带着阿秀跑去及时 边逛边打听附近有没有老中医 只可惜忙活了一整天 眼看希望再一次碰面 一个可怕的想法忽然在阿健心底生根 晚上他盯着郑军健壮的身体若有所思 随后便暗示妻子可以尝试一次接种 阿俊这人还真不错 有高大 有健康 心眼还挺好 这是夫妻俩来之前就商量好的计划 阿秀心里虽难以接受 但为了丈夫还是答应下来 见他点头 阿健立刻洋装醉就回了屋 我站着进去歇会儿 然后我们再喝 我没事你不用喝 给我坐下 你也坐下别动 阿修 你替我看着他 别让他偷偷跑进去睡觉 你给我盯住他 一边是丈夫的心悦 一边是为难的自己 阿修纠结后 还是决定主动开口缓解尴尬 你心目中对象是什么样的 又温柔 又贤淑 大方体面 最好像嫂子这样的 男人的回答 让阿修羞涩不已 他转身跑去浴室洗澡 却不了正军进悄悄来到窗边 而更让人意外的是 下一英秒 阿健忽然出现在身后 他羞愧难当慌忙跑回屋中 却不知正军心里的怒火已经被点燃 他只能将凉水浇在身上灭火 可阿修的身影还是挥之不去 而这天之后 两人之间就变得格外尴尬 嫂子 我来帮你 响声惊动了屋里的阿健 他心之时机已经成熟 于是当晚便单独找到正军 并从兜里掏出一万块 阿修 你可不可以帮我个忙 要我怎么帮你 你只管说吧 我想你跟阿修上床 什么 我想给你借助 这不可能太荒谬了 天理难为的是 让正军纪震惊又抗拒 他不想答应 可阿健却主动漏出自己的伤疤 要不是因为打仗 他也不会失去生育能力 现在老家的叔伯兄弟 已经算计我的田产 如果我生不了孩子的话 就守不住财产 你说我怎么对得起我的父母 借助之后 我再给你一万块 到时候我们的交易完成 彼此谁也不欠谁 在阿健的苦苦哀求 和阿修期盼的一切 眼神中 正军只能无奈答应了这件事 可他根本没有预料到 这晚之后 他竟被阿修生出一种莫名的感情 甚至无法控制想要关心女人 吃鸡蛋 对孩子有好处的 不用客气 他自己有手有脚的 自己会讲 健哥 你吃吧 你喜欢吃鸡蛋 真可惜 即使阿健在大肚 也察觉到一丝一样 他明白正军的心意竟发生变化 却没想到男人很快就违背了当初的约定 趁他不在之际 直接跑去厨房向阿修表明心意 阿修 这只玉镯送给你 无缘无故的 我怎么能收 不是啊 这只镯子很配你啊 这镯子很漂亮 还是留着给你爱人吧 就是这个原因才送给你啊 我爱健哥 健哥也很爱我 你还是送给别人吧 健哥 我哪点比不上他 感情是不能比掉的 可阿修越拒绝 正军九月疯狂 求爱不得让他无比痛苦 冲动之下竟想抢过对方 然而这一幕偏偏被存霸老王看个正招 他火同自己的儿子趁机拍下照片 我说我让你们小心点 这回载在我的手里了吧 正军上前抢夺相机却被暴打一顿 阿修也被威胁用两万块输回照片 关键时刻 阿修忽然出现将妻子护在身后 装什么算啊 这顶绿帽子你是从头盖到脚啊 这是我的家事 我自己会处理 我警告你们快点离开 不然我就报官 可这次老王根本没被吓到 接种的是如果传出去 最少被判二十年 他得意洋洋索要二十万封口费 并拽走阿修当人质 催促阿剑赶紧回家筹钱 可他不知道 阿修其实也有难言之隐 自从被存霸老王带回家后 他就没有一天被当成人看 父子俩当晚便偷偷前进他的房间 意图不轨 幸好关键时刻 阿修拿出自己提前葬好的剪刀 才吓退了对方 吵闹声很快迎来了老王媳妇 阿修以为等来就并赶紧求助 在女人的安慰下 阿修渐渐放松警惕 将剪刀交了出去 可他万万没想到 下一秒 女人竟将他一把推开 没了剪刀 老王父子彻底没了忌惮 阿修就这样在无助和恐惧下 被残忍羞辱 好在几天后 阿剑成功凑到前来老王家属人 虽然心里无比屈辱 可为了不让丈夫担心 也害怕对方嫌弃 阿修终究还是没有说出老王的恶心 然而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竟在一个月后被诊断出怀了身孕 阿剑高兴的手务足道 还以为多年心愿终于达成 可就在他出门交费时 医生忽然露出严肃的表情 你的爱人很脏啊 什么 是不是有问题啊 小毛病 惹上了点霉毒 只是第一期 细讯变成了得好 阿修也彻底扔在原地 孩子会不会有问题啊 打掉他不就没事了 如果硬要生的话 那会怎么样 眼瞎耳蓉 小儿麻痹 遵选一种 绝跑不掉 医生的话让阿修彻底绝望 为了结束这场噩梦 他最终决定亲手将孩子拿掉 可谁料痛苦的声响 还是引来了阿剑 得知真相的他无比愤怒 当即便拿着猎枪 闯进老王家寻仇 然而他一个人 终究打不过对方一家三口 就在他将猎枪 对准父子俩之际 老王喜富忽然从身后偷袭 几人很快便把重伤的阿剑扔到路边 伪装成车祸的模样 躲避罪责 当阿修再次见到丈夫时 看到的却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铺天盖地的恨意 瞬间淹没了他的心 为了报仇 阿修当晚便在老王家附近 葬满了不受价 又故意装成单身女性 将老王儿子引上钩 解决完一个后 他又按响了老王家的门铃 勇砍到一个接一个熟人仇敌 做完这一切 阿修的心也彻底死去 再给丈夫上完坟后 他义无反顾跳下悬崖 结束了自己悲惨的人生